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本来和听众朋友们播报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下一场应该是局部性的雨吧 但是不晓得在美郡所居住的地方没有看到一滴雨 非常的还是非常的炎热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所居住的地方有接受到这个局部性的雷震雨吗 不过根据气象局的表示 刚才胡美健也和听众朋友们说 在今天星期二呢应该是在上午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下雨明显的增加了 还是60%的下雨机会 由于这个冷风过境呢 最低的最高的气温已经从华氏95度以上下降到90度边缘 我们希望会有下雨 因为美军昨天都没有浇花以为会有下雨 结果一滴水都没有 好我们看一下有关这个休斯顿牛仔节去年呢是被临时取消 今年呢也是非常的应该算是缩减它的规模 但是呢在明年2022年的休斯顿牛仔节呢 在今天开始让这些想要去牛仔节的民众们可以开始买他们的计票了 大概他们是估计到明年这个COVID 应该也希望把它的这个威力减轻或是戏也唱完了 终究还是可以让Rodeo在休斯顿上演 那么Season Ticket呢是从400块钱起价 当然这400块呢表示任何一场秀都可以去参加 都可以去参观 总共在Rodeo是在休斯顿要至少一个半月之久的时间 那么如果是要买单独的演唱会或是单独的牛仔表演呢 这一个售票的时间将会在日后才会发放 好那么在昨天休斯顿的法官给了这一名34岁的男子 叫Jerold Williams这个保释金 那么谁是Jerold Williams 他就是在上个月7月6号的时候 因为开车怒气而将当时从Astrogame 开口人棒球队比赛回家的一对父子车上放枪 结果不幸子弹相及了这名17岁的高中学生 David Castro 纵一不治 那么之后呢 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Rodeo Ridge的凶手 在上个weekend他们找到了他 而Jerold Williams呢 他是在昨天自己去警察局自首 由Cornel X陪同他 那么Cornel X呢 似乎真的是为休斯顿的社会治安做了不少好事啊 很多尤其 大部分都是非议的这些犯下错的人呢 都会希望有Cornel X呢 陪他们进到警方去自首 那么他本身 那么他本身呢 也带领了很多走在犯罪边缘的人喔 回到法律的制裁之下 那么昨天也是不例外 不过整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呢 给了Jerold Williams的假释金额 虽然是一笔很高的金额 但是他还仍然是可以假释的 假释之后呢 必须戴上脚的追踪器 好 再来由于COVID-19的变种啊 现在猖狂无比 休斯顿的市政府市长表示呢 原本他让休斯顿市的工作人员 可以不需要戴口罩啊 现在他说所有休斯顿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不论是室内室外啊 都需要戴口罩 那么讲到马上又要开学的各个学区们 那么现在到底学区对即将开学的 学校有些什么样子新的一些政策呢 某些学区已经非常的 应该算是明文规定啊 回到学校之后会有些什么样子的改变 某些学区还正在拟定他们的新政策 所以若是您有孩子们是在上公立学校的话 一定要常常去学区的website 去更新一下学区最新的 对付COVID-19的这些方法和政策 好 再来这是美军新前和金融朋友们提到 就是UT要准备在2025年离开Southeastern Conference 这是大学打足球的联盟 他们要离开Big 12 要加入Southeastern Conference 那么UT和University of Oklahoma呢 他们是在上个星期五正式的接受了Southeastern Conference的邀请 这是美国东南大学足球联盟的邀请 进入东南大学足球联盟 那么这个美国东南大学足球联盟呢 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大学足球联盟 里面有应该是全美打足球最棒的一个大学 就是阿拉巴马 还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大学都在Southeastern Conference 那么Big 12呢 里面有许多德州其他的比较小的大学的足球队 通常每年要转播这些大学的足球比赛呢 可以为商家们带来一笔丰厚的收入 但是现在UT要跑了 Oklahoma也跑了 日后到底Big 10还有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个议题呢 已经关注到德州的州议会 甚至州议会都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的委员会来商讨 要怎么样因应这一个UT的决定 但是有些乐观其成的人呢 表示现在Big 12里面没有任何的 像是在Dallas或是Houston的这些大学 或许应该把他们以后可以加入呢 即使UT不在其中 还是仍然可以增加他们收看观赏的这个球赛的节目费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在7月份 现在进入8月份了 在7月份 美国边境像是德州的这一个美墨边境处呢 他们表示7月份是有史以来非法移民儿童最高的月份 光是7月份被边境警察所pick up的小孩呢 就高达一万九千人 跟3月份的一万八千八百多人还多了一些 那么在6月份是一万五千人 所以每个月一两万的孩童进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或是寻求这个合法的成为美国人啊 势必对美国日后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么到底美国应该是基于人道 还是基于立法的这个态度 一直是两党争执不休的议题 而7月份也是非法移民以家庭 就是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进入美国 非法进入美国 最应该是第二高的月份 总共有八万个家庭成员 用这样子的方法 光光是7月就有八万个家庭成员进入了美国 所以说总共进入美国 在7月份的非法移民高达将近十万人 而现在COVID-19的严峻情形啊 也发现这些非法移民带有COVID阳性反应 比往往年或是几个月之前呢 增加了百分之九百或是九倍以上 因为这个情形现在到底要如何处理这些非法移民 也是拜登政府头痛的一个问题 但是至今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的政策 那么这些许多被边境警察抓的非法移民呢 都是已经是旅犯 因为他们曾经被抓到 但是没有任何的 consequence 就是没有任何的 法律方面的处罚 放回去之后呢 又来来往往了很多次 所以说很多的也应该讲说 很多的这些非法移民全都是旅犯 到底美国日后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好的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每次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